由中国知名指挥家于龙 携手上海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乐团联合违约的清唱剧 《上海上海》 即将于11月在上海全球首演 于龙表示 很开心能够透过这出剧 把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的历史记忆 重新诠释演绎 也期待未来能来台演出 我的最大的愿望是为上海这个城市 带给全世界一个特别重要的礼物 就是能够把这段历史 可以重新给记下来 什么样的历史机缘 让上海接纳了这些万里之外的难民 而这些犹太难民在这里生活 也影响了这座城市 我们生长的成长的这座城市 百年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段历史 给这个城市留下的印记 这出清唱剧的背景 是讲述1930到1940年代 犹太人面临德国纳粹迫害 逃亡漂流来到上海生活的故事 由于三年的筹备过程 历经疫情纷扰 鱼龙只能透过电话和视讯 与担任作曲的亚伦喜格曼 抛下时差限制密集商讨 并各自钻研上海犹太人的相关史料 才能激发共鸣完成创作 中央社记者张淑林 上海报道 以后 中文字幕——YK